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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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刺地道跟圓融道的修法 刺地道它是注重設摩它的修法 圓融道重視的是三昧野的修法 所以它比較在圓的境界中定於一個地方 你可以用大腦去解決問題 但是不用 這個就是個功夫 有腦袋而不用的人 這個叫做大智若瑜 它不是難得糊塗 它是一向糊塗 可以用大腦去解決問題 不必 但是它有一個前提 就是要盡心盡力去做 你不要說反正不用大腦 就隨便應付一下 應付的不行 你一定要盡心盡力去做 所以說你要為三寶做事 為眾生做事 就這兩個工作 為眾生 你發得起是大心菩薩的話 那可以有菩薩事業 那發不起 那最少有眾生事業可以做 但不管怎麼樣 眾生事業也好 菩薩事業也好 遇到挫折困難 或者成功等等 那記得 榮耀歸三寶 有挫折有困難 那我們向三寶懺悔 因為世間人他是這樣 這裡面你要注意到 跟世間人的一個不同 世間是用大腦去解決問題 大腦能解決是福報 福報不夠呢 你就遇到挫折 遇到困難 這個時候啊 社會上很多 教育訓練機構就出來了 補習 參加訓練 智慧財產權 這個經理人訓練 那各種危機處理 這個要做什麼 擴充你的大腦容量 不管你的容量有多大 你都用不完 那你現在所用的區塊有限 不能解決 因此你就去擴大你的容量 一直擴大 擴大大腦容量啊 不是他有限無限的問題 是你一個人的承載力有限 你不是只有擴大容量就好了 你輸送管道不夠的話 容量再大也沒用 那叫做英雄無用無之地啊 到最後啊 你會得到啊 你所使用極限的那種反撲 那時候啊 就毀滅了 個人的話 是個人的災難 是整個社會的話 整個社會的災難 整個社會會崩潰 你可能在想 我們可以啊 設計一套非常完美的公式 你要知道 那個公式是你現在設計的 一百年以後完美嗎 兩百年以後完美嗎 我們現在來看啊 一百年前 大約一百年前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那個時代 馬克思在歐洲倡導的共產主義 他是最理想的 兩百年前呢 開始提上社會福利制度 一直演變到現在 現在就變成災難了 社會福利制度 真的有效嗎 現在變成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代能想到的是這樣 你怎麼知道今天會變成這樣 對不對 那時代糧食不足 這時代糧食非常的充分 那時代的人沒有受教育 這時代的人教育非常充分 今天報紙又講了 美國校園爛射 槍枝拿來亂掃射 死掉多少人 當然這是九九一次啦 我告訴你 孩子到學校去你都提心吊膽 九九一次 九九一次都不得了 全世界都蒙上一個陰影啊 你不見得 會在校園裡頭發現槍殺事件 可是你的陰影裡頭 你的心裡已經有了這個負擔 這就是問題啦 你的資訊那麼發達 反而使得我們 有一種無名的恐懼增加 這個就是使用大腦解決問題 以後的後果 不是說大腦不能解決眼前的問題 問題是大腦會留下以後的問題 會把我們眼前的問題啊 困難啊災難啊 轉移到後面 連本帶立啊 子孫不知道要 要還多少倍 關鍵在這裡 所以我們從生命的立場來告訴各位啊 不要用大腦 那你遇到挫折 你就懺悔 這樣就好了 你就懺悔 那個事情啊就到這裡為止 業障到這裡不會再往後 當你用大腦的時候 你只是把那個業障往後延 往後延啊 所以民間信仰裡頭有個雜訊 人家要消災啊 你說不要消 為什麼不要消 因為他照那個陰啊 要送那個果報 你把它消了下輩子還要加幾倍還 他這樣不太正確啊 不過這種理論好像是這個樣子 你用大腦就有這種情況 但是你假如不用大腦的話 當下就解決問題啊 當下就解決啊 所以懺悔啊很重要 而修行人的這一個基本理念啊 很難給人家接受 這叫做啊 甚深男性之法 外面也有人講 這個甚深男性之法 他沒有辦法教你如何去執行 這明明是我對 他硬說我不對 那我還要去懺悔 這一口氣咽不下去 這個才叫難性啊 這個才叫難性啊 這念阿彌陀佛很好 你講的我都信啊 這個哪有難性 這只是要信不信而已嘛 這不難 難就難在 東西明明他偷走了 他就賴給我說是我偷 而且還要我寫悔過書 那你怎麼驗一下這口氣 他偷走 他拿去消化 那我要抓去坐牢 寫悔過書 記錄在我身上 你怎麼樣 你就懺悔嘛 你前輩子怎麼造業還不知道 這輩子這只是果報嘛 你驗一下這口氣嗎 驗得下才叫修行人 驗不下 不是修行人 你可能會說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 那你事先可以預防 你為什麼不預防 那不管了 你盡心盡力做你人生中 應該做的事 做你發願為眾生為三寶服務的事 去做 做好了 盡心盡力去做 這個過程裡盡行受啊 過程裡 你所遭遇到的 這些挫折 委屈困難等等 全部回到三寶這邊來懺悔 不向眾生抱怨 有這本事嗎 這就是修行啊 這就是圓融道啊 你對三寶具足信心 你對三寶具足信心 其他不要管 有什麼喜悅榮耀的事 歸於三寶 你自己兩邊都不沾 有沒有 兩邊都不沾啊 這就要行嘛 修行嘛 難啊 難啊 難在這裡 對三寶有絕對的信心 這不是從定中來 但這是定 是大定 這個工作修下來啊 這樣盡行受 無怨無悔 很真誠的 這樣實踐 你所修成的 叫做獅子奮訓三昧 獅子奮訓三昧 他不是四禪八定 你要留意到啊 他功夫的殊勝就在這裡啊 所以你能夠從這裡一躍 而到淨土 不但到淨土 見佛 玩法 勿無聲 隨著因緣 你在轉淨 要是再到沙婆世界來 那麼你會有 很殊勝的大事業 人家說 你看 那個人福報那麼大 是怎麼修的 告訴你 就是這樣修的 你現在呢 看人家福報那麼大 只有流口水的分 你也可以修啊 你為什麼不修啊 這裡面它牽涉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都要回到 這個地方來 回到三寶的這個地方 這個叫歸零 這叫歸零啊 一定要回到三寶這個地方來拜燦 一定要 這個叫歸零功課 透過這個歸零 可以破無常法 可以破因緣法 可以破因緣法 只有把無常 跟因緣法的鎖鏈給解斷 你才有成佛的可能 就在這歸零上面 也因為啊 也因為啊 有這歸零功課啊 那個無常法跟因緣法 全部啊 向上 向止於至善的目標邁進 它不會啊 再有逆向的操作 全部是向上 歸零啊 使你的生命因素 全部向上 一直朝向止於至善的目標 把那些附帶的逆向的 因緣跟無常啊 全部掃除掉 主要就來自於歸零 因為大腦啊 是誰的因緣出去 然後發生問題 就在那一點上去解決問題 解決啊 你就大腦厲害了 沒解決啊 你就去擴大 擴大又轉個彎 又轉個彎 轉個彎 等到你發生問題啊 真的啊 到不得已放下 想要回來也回不來了 因為你已經迷路了 已經迷路了 但是你在第一次 發生問題的時候 就歸零的話 你始終在原點上 在三寶的原點上 所以進行瘦之後 你一定在三寶的淨土裡 一定在三寶的淨土裡 哪個淨土啊 是因為你生命的信德嘛 就在那個國度你就出現 你就見佛文法了 這就是這樣的一個原理啊 所以它歸零嘛 回到三寶的國度來了 你一定在三寶的淨土裡 降生 所以你怎麼能夠去虛偽 欺騙還有抱怨呢 那就不叫淨土了 這種真誠的付出 勇敢的懺悔 就是你的 這個是啊 圓融道修行啊 最大的特色 因為它有一個 我們講這個所謂的 那個 分段生死 分段生死在這地方所談的 跟生死輪迴的那個分段生死 是不一樣的 因為生死輪迴的分段生死啊 也叫分段生死 那個是生死輪迴 它是一個一個一直接下去 那我們圓融道的是分兩段 這一段到下一段 下一段一定在淨土裡 因為你一直歸零回到三寶的國度來嘛 你回到家裡的佛堂前面 或者回到道場的這個佛堂來 大殿來 或者其他的殿來都一樣 都是三寶的國土 都是三寶的國土 它視線在這個世間 你要沒有信心啊 你不會回來 你不要以為說 我只要這樣子啊 合掌這樣就好 這個三寶所給你的歸零功課 你一定確確實行要做 你可以啊把佛像打開 面對佛像 好好懺悔 隨身攜帶都沒關係 但你的心一定要帶回來 到三寶的地方 因為那是你將來的國土 至於你個人的人格 性格 我們環夫嘛 我們叫性格啊 你的性格還沒顯現嘛 但隨著你的性格 你就跟你的國土啊 你的那個國土直接相應 你現在不要去管哪個國土 你管也沒用 你的性格在東方 你要求生西方根本去不了 對不對 到時候啊你變雙重國籍啊 對不對 你變人捨在那邊丟來丟去啊 好 好理家在 有藥師佛說 萬一你不知道去哪裡還我可以收容你 你的性格啊 決定你到哪個國土 品味高低啊 由你的真誠度來定 你如果摸手的就下頻 你要是還算個樣子啊 中頻 你要是真的很認真啊 很真誠啊 絕對上頻 絕對上頻 所以你按照這樣的原則來修 絕對不會有問題 這是一個關鍵 而這個就是男性的地方 男性的地方 你常常在那邊有語 為什麼有語 你不是不信願意 但是就現實現象界啊 使你迷惑了 有沒有 那個現象界使你迷惑啊 就像你修赤地道 打坐一樣 我也很想置心一處啊 誰不想啊 只是坐下去 這邊扭來扭去 那邊扭來扭去 我就要置心一處啊 誰說我不要 等到我不癢我就置心一處啊 那個現象界啊 會把你誤導了 你在圍觀的時候 你有這些現象 不管是六層 色身相畏處 法 書學最嚴重的就是法層 是中和法層 再來就是促層 身根不穩定 等一下腳拉不起來 等一下這裡癢 那裡酸 這裡痛 那裡癢 酸痛麻癢 就這兩個 當你把這個兩個除掉了 就是弄掉了 那個微細的部分才會出現 你打坐的話 好香 從來沒聞過的香味 都不知道是什麼香 你就跑掉了 然後一直停在香味那裡 那你下輩子當花神 你不要去執著那外在的情境 同樣的 這些圍觀的時候 有這些什麼天音樂啦 菩薩講話啦 這些都是外乘境界 它會吸引你 你在圓榮道裡面也一樣 你現實生活的東西 你說活生生的 明明就這樣 所以我們常跟你講 不要講對不對 要講圓榮 修法上回來 回到原點來 你就圓榮了 你不 你一直在那邊講對不對 對不對 你就被騙了 很多同修講 我就明明聽到 明明看到 明明怎樣 不管你是從微觀來看 你有這種脾性 宏觀上面 你也有這種脾性 你要是在宏觀上面 有這種脾性 你來到微觀上面 也同樣有那種脾性 那叫性格嘛 性格啊 所以你不用 宏觀的圓榮道修 那你也要用 微觀的赤地道修 你用微觀的赤地道修 你認為有先天性的困難 那與其耗費那麼多的 那種調整功夫 那你不如就在 宏觀的圓榮道上修 功德啊 是一樣的 因為圓榮不愛行步 行步不愛圓榮 在我們的行法中啊 是平等平等的 但是你要怎麼做啊 你可要選定好 選好 在圓榮道的進行當中啊 你可以加行為觀的部分 同樣的 同樣的 你在我們華眼的行法中 修赤地道 你也同樣可以修圓榮道 兩方面呢 是可以並進的 在華眼裡來講 但是呢 從一般的行法中來講啊 為了使各位明確 知道你所行的是什麼 那你圓榮道就圓榮道 刺地道就刺地道 兩者不相違背 可以並行 可以並行 但是呢 你要是剛開始的時候 你可以分開 無所謂 也無所謂 到了你終極程度以上 它們可以融合在一起 這個叫做行步不礙於圓榮 不妨礙圓榮道 圓榮不礙於行步 圓榮的這個法門呢 也不妨礙赤地道 就是行步啊 赤地道的進行 這個是我們在講這個行法上面啊 一個重要的 一個結構上的問題 我們這裡有一張相片 是一個建築物 提供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麼一棟大樓啊 你看得懂嗎 有沒有挖一邊 那 這個 學建築的人啊 大概建築史上知道 人類最早蓋的大樓 最早蓋的大樓 是中國的塔 佛教傳到中國以後啊 中國的塔的建築啊 是跟印度的建築不一樣 印度的建築是用磚塊跟石塊堆起來的 中國的塔不一樣 它有一個中心結構 就中間有一個 一根柱子拉上來 這根柱子啊 最典型的 就是永靈寺的永靈塔 永靈塔 柱子在地上的部分 一百零八尺 在地下的部分也一百零八尺 後來啊 永靈寺啊 被火燒掉了 那塔就不見了 那麼 一千五百多年來 五六百年啊 那個地上啊 已經種過很多的東西了 最近呢 發現了 永靈寺 永靈塔的原子 原來在地下 也有一百零八尺 那這個只是告訴我們說 建築體啊 本身有一個中心結構 那麼現在呢 有的房子啊 中心結構已經不是那個柱子了 它變成四方的 所以我們這個房子 都有所謂簡利牆 它有幾個中心點 撐著整個大樓起來 這個大樓啊 它的中心結構 跟我們傳統的這種中心結構啊 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這一種結構 核心結構的變化 跟我們社會上所講的 中心價值觀的變化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思維啊 可以轉變 這是社會結構的問題 那麼轉變以後啊 你要知道 中心價值觀是不可以沒有的 它可以改變 但不能沒有 今天我們社會最擔心的就是 最可怕的就是 把舊有的中心價值觀給摧毀了 新的中心價值觀沒有 現代人的苦悶在這裡 現代人的痛苦也在這裡 古代也很簡單 有一個社會中心標準 我們朝那邊去調整就好了 其他我內心裡頭不會彷徨 也不會恐懼 現在把中心價值觀給摧毀了 可是你新的又沒架起來 所以廣大的群眾內心裡頭 有一層無名的防孔 就是這樣 古代的房子蓋得那麼老 因為它有一個中心架構 現在的房子有問題 就是中心架構不老 當然都是建築師設計的 除非它脫工減掉 不然基本上沒問題 那麼有這種新的東西出現 它的中心結構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它要負責任 對不對 基本上沒問題 但是社會制度它是抽象的 這些所謂學者 自由主義者 什麼民主政治者 我告訴你沒有人跟你負責 他把整個社會中心價值推翻以後 他在管你啦 他要的是他的名跟利 他沒有去想像得到說 整個社會的民心 他所依附的那個中心價值觀 是他生命幸福的泉源 這是很可怕的現象 今天我們在進行生命改造的工程的時候 你必須先有中心價值觀 尤其在圓榮道上 這一點更需要 對三寶所具足的信心 你一定要先建立 沒有建立對三寶的絕對信心之前 你的圓榮道根本行不通 佛教不是叫你信仰 它是叫你一個信心 你沒有這個信心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進行 因為你會遇到很多的挫折 它又不能夠說是慣性的回到這裡來 它是一個覺知 每當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知道喜樂不是我要享受的 還給三寶 每遇到挫折的時候 我要回過頭來調整我自己 我不是推卸責任給三寶 而是自己要更堅強 所以昨天我們跟各位講過 每天早上 你要這樣發願 假使熱火輪 愚如頂上弦 終不以此苦 退失菩提心 早上先勉勵自己 先打一針 搶心劑 再怎麼樣的撤折困難誹謗呢 我也都不怕 撐下去 撩過去 到了晚上呢 想一想 該結束了 榮耀歸三寶 幸福留人間 對不對 責任已完了 被窩睡覺去 要安然很故鄉 要死就這樣死 沒關係 當你每天都這麼瀟灑 你不怕死啊 你不怕死啊 這個就是 一個行者他要有 他有信心 他才有可能這樣啊 你假如那邊還在等著 等我出名的時候 等我將來上了報以後 等我怎麼樣 那你根本不真誠嘛 因為你等著出名嘛 我沒有啊 我隨時都可以死啊 對不對 不是天天想死啊 我只是這樣做 做這樣的準備 一切成功 一切幸福 留給人間 一切榮耀 歸給三寶 那 所有的失敗 挫折 毁慾 統統由我來 承擔 在佛前懺悔 那你還有什麼 你不怕什麼 人家對你怎樣啊 這個就是行者的本色嘛 你要能夠這樣顯現出來 原容道的刑法 理事 就在這裡融合了 理事無礙嘛 理跟事要具足啊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我們在跟各位談 原容道之所以講不清楚原因 你也在這裡啊 你透過 法眼的結構來看 理事無礙是起步 那當你的願啊 突然間啊 因為眾生啊 有這個福報 馬上很快大家都做起來了 那你也不要轉移 不要轉移 因為啊 你要更深化 由理事無礙啊 變成事事無礙 那這就是大功德啊 你的淨土就直接成就了 你的淨土就直接成就了 那我們 這輩子所發的願啊 通常啊 通常啊 這輩子是做不完的 你放心 你發那個小願 我要賺五百萬 賺五個億喔 那個沒好用 不是那個願 你要願 你的願就是服務眾生 眾生無邊是願度 像尤其在眾生最痛苦的地方 走下去 這個才叫做大願 大願 你要做的到最後 一定是建構一套非常完好的制度 去饒益啊 那些痛苦的眾生 而且這一套 所謂完美的制度啊 是不會有副作用的 現在社會的這些福利制度啊 在當時來講都很完美啊 它都有副作用 因為它是用物質來談論的 物質來談論的 所以這物質啊 當它很充分的時候 所有的接受福利社會制度之下的年輕人啊 他的生命就變成沒有價值感 天天活著不知道要幹嘛 活著要幹嘛 生命的存在啊 它是需要去歷念的 它要去接受考驗的 當你福利制度啊 就社會的福利 物質的福利很完美的時候啊 它是個溫室裡的南花 它沒有經過風霜 它不知道啊 去應徵被人家拒絕的那種痛苦 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經驗 你去應徵人家不要你的時候呢 你怎麼掙扎的 三個月找不到工作 三年找不到工作 那個掙扎你有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你怎麼知道社會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很鼓勵年輕人說 要去做推銷員 推銷員一天不知道給人家拒 拒絕多少次 對不對 去吃閉門羹 被掃地出門 那你才能鍛鍊你的堅強啊 你都是坐在辦公室裡當主管 什麼吹冷氣 你出去社會真能競爭嗎 你沒有那個生命的活力嘛 所以社會福利制度我們不是反對 但是它確實是有副作用的 使你的生命脆弱 萎縮 不能堅強 不能燦爛 而佛教的訓練裡啊 它絕對使你堅強 讓你的生命能夠燦爛 讓你的生命具有真正的生命感跟生命力 這個才是一個重點啊 生命存在要有價值 是這樣才有價值啊 每天吃好穿好 那一點歷念都沒有 你沒有遭受到人家的那一種摧殘 你不知道生命的韌性 被人家拒絕 被人家羞辱 你才知道自己要怎麼調整 你沒有這樣被人家羞辱 這樣的調整自己 你不能成長 而這些來自於社會 來自於眾生 來自於群眾 那是你自己找的 那個才是真正的成長 所以談到修行 絕對跟你的生命有關 不管是宏觀的還是微觀 從圓融到來是直接跟眾生去磨練 因為有一個事要做 你跟眾生就會起那個衝突出來 好 那個時候看你的修行本色 你假如是從微觀來 從個人的這修行 不管是誦經啊 詞咒啊 念佛啊 禪作啊 都一樣 那是考驗你自己的個性 你的生命體 那你要能夠超越它 可是這邊我們也跟各位談 你一定要出來與眾生相處 假如你不與眾生相處 那你很難進入 原因也在這裡啊 因為你對自己啊 可能扭曲的都不知道 當你跟眾生相處你才知道 為什麼你老是得罪人家 為什麼人家不歡迎你 那你要去調整自己 不是別人錯 調整自己 所以我們說不抱怨 不說明 不論對錯是非 我們只講求這個歸一 回歸 歸零 然後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微觀也好 宏觀也好 赤地道也好 圓融道也好 我們講色魔祂修法也好 三昧也修法也好 所以我們都跟各位交代很清楚了 那麼第四個就是 分段生死跟變異生死 剛才大約跟各位提了一下 凡夫在生死輪迴中的生死輪迴啊 它是屬於分段生死 沒有錯 但是我們通常就叫做生死輪迴 不叫分段生死 就像各位的觀念轉變 習氣改變 有沒有 這個也是變異生死 常常說 以佛一拜罪滅合殺 你真的拜的是正確的 真誠的是對的 那你已經超過超越過多少生死重罪啊 這個也是變異生死 但是通常呢 我們都不談 都不談 那麼現在跟你談這個分段生死跟變異生死 是從刑法中啊 你在機功累德的時候啊 所產生的現象 它有兩個最明顯的區別 也就是當你破無名 正空性的時候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凡聖之間的變異生死 你已經有凡轉聖了 對不對 轉凡成聖了 這個生死已經變異過去了 已經變異了 你沒有分段了 因為你並沒有死啊 但是圓中道呢 一定要到你進行受以後 才看得出 你的信心具足不具足啊 才看得出啊 很多老同修啊 叫祝念團團長啊 一輩子都在幫人家祝念啊 到最後啊 換他迷流狀態 人家來祝念啊 人家來祝念啊 他一醒過來說 不要吵好不好 人家說團長啊 你都在跟人家祝念 為什麼現在換我們跟你祝念啊 有夠吵啊 太吵了 為什麼吵啊 你要知道啊 他沒有信心嘛 他幫人家祝念只是個什麼 職業啊 輪到他自己的時候 他煩死了 我跟你講 他在念佛嗎 他根本沒有念進去啊 他只是個儀式啊 那當這樣的一個願 變成一個儀式的時候 宗教已經不存在了 生命也不存在了 所以輪到他身上的時候 他狀況出來了 你在念佛 在他來講啊 是非常吵的噪音 這個就不對啊 所以我們再跟各位講 是真實的信心 不是一種信仰 所以這樣的修行啊 它不是一種儀式 它不是一種文化 它是真正的一項生命改造的工程 不管你透過赤地道的哪一法修 或者透過圓融道的哪一種願力來修 都可以 但是呢 你必須真誠 真實 踏實的去做 虛偽不得 你要慢慢去調整這些 這個我們是不詳細的再跟各位談啦 因為詳細談的話 就屬於專修的部分啦 現在只是簡單的告訴各位說 你要一念不生啊 透過這兩個方向來 一念不生 但是呢 你不要以為一念不生是那麼容易的 精神不好的時候也很容易一念不生 有沒有 感冒的時候啦 癢癢坐在那個地方是一念不生 那叫腦筋馬皮不叫一念不生 是一定要指你在很正常的情況之下 那麼你訓練 在圓融道裡 我們想求的就是分段生死 分段生死的重點就在於 你一定要盡行受 盡行受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一個要求 而且另外一個就是經常歸零歸零歸零 假如你修次第道也能夠歸零的話 那你次第不愛圓融 那你在修圓融道的時候也能夠經常有時間 那是因為你有福報 可以深化 修色摸他 那圓融不愛行步 為什麼我們不強調圓融道去修行步呢 因為你發的願力通常是很忙的 很忙的 要服務眾生 眾生是各種奇形怪狀都會來 而且不是來問生命就好啊 好多事都要勞駕你親自去做 因此基本上來講 我們發這個願力的人都沒有時間可以修次第道 就是這樣的情況 因此你信心要抓得住 信根據主一直回到三寶的這個地方 每天一定有固定的很簡單的功課 每天一定要有 跟佛發願每天早上每天晚上 在沒有人的時候自己要經常的這樣子 跟三寶對話 當有大德長輩出現的時候 要無怨無悔的就是懺悔 你不要以為人家說幾句好話讚美你 你就說我都沒錯 最近都沒有發生事情 我告訴你 只要有長輩 長輩啊 諸三長老 當然你自己的上司更需要 要不是其他長老也一樣 就是懺悔 因為你還沒做到圓滿嘛 雖然你沒有換過 沒換過是你覺得的 可是生命還有無窮盡的地方 你不知道 我們只要還沒成佛之前 你都要天天懺悔 欲有機會有大德就懺悔 表達你那個真誠 對不對 大德就是身保啊 遇到大德等於遇到佛一樣 馬上就懺悔啊 這個就是這行法的部分啊 我們在講啊 我沒有辦法說很詳細的每一點 你可能在你一生當中所遇到的情境啊 都跟你設想出來講 但是你是個行者啊 那個行者的本色啊 要能夠充分發揮出來 不要說 我記得那時候聽師傅講 師傅好像沒有叫我說 跟某某人要懺悔 不是 你只要遇到 你就懺悔 尤其當有人跟你所謂美言幾句的時候 他可能是客套話 但是你還是要很真誠地懺悔 你知道嗎 有人路過啊 哇你這樣做得不錯啊 事業做得很好啊 你馬上跪下來我跟你懺悔 我告訴你 他以後都不敢亂講話 講的都碰空的 不真實的虛話 那不行 不行 但我們也不是做表面的給人家看 你是個行者 有個行者的本色 一直到進行受 進行受 原容道在這裡啊講進行受 你不要以為我成就了啊 我已經差不多了 我已經活到108 那可以休息了 沒有 修心了沒有休息 做到死為止 你要休息的話 馬上就老人痴呆 那就很難看了 不休息 一定做到死 誰叫你發怨要修原容道 要修原容道就做到死了 事修就是做到死了 進行受嘛 那你也不用擔心 你看虛應老和尚 一百二十幾了 對不對 一百二十的時候 還被打得死了兩次沒死掉 還是繼續在修 這個都是行步不愛原容 他修次第道啊 但他原容道一直在做啊 有沒有 這是真正行者 真正行者 兩者兼顧 行步原容 兩個兼顧 我們修學法言啊 原容道的部分啊 是我們要一再的跟各位提醒的 而原容道啊 就是盡行受 盡行受 尤其發願獎金的 發願領重的 菩薩事業的 你只要活著 你都要一直戴 戴到死 能死在禪堂裡 死在佛堂裡 死在修法堂裡 都很殊勝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講一講啊 突然 轉去啊 哇 最殊勝的 對不對 問題是 還不去的 還收下去 這就是功夫 行者的功夫 沒有為什麼 這叫分段生死 你絕對生到淨土 假如你是菩薩置業的淨土 最後一定到 十全十美的 聖連華世界 那時候 弦手如來 做其中 普賢文書觀音 地藏菩薩們 在周圍 你要懂得這種情況 那像弥勒菩薩 他是從那邊請假 到弥勒內院來 準備要下來的 那是他的因緣 那你當然也常常會回去啊 那你也會常常碰到 所以分段生死的這個淨土啊 是非常美的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啊 做個結論 他轉回來啊 事實上啊 還是到我們所講的 你要用生命 不要用大腦 你用大腦啊 就進不到這樣的領域 因為你用生命 所以你不用適性 不用適性 所以念不起 這個地方弄清楚啊 我們剛才跟各位 談的四個階段 一念不生 那個念 有可能就是 這個意識形態 這個意識形態的 就是面 變意念的這個部分 變意念的這個部分啊 是一般人所講的 一念不生 這個是凡夫 不算 那麼在我們來講啊 一般有修養的人所講的是 在這裡 這是修養的 修養人生啊 他是概念不生 其實功夫已經很高了 不管那個概念 是基於社會 中心價值觀呢 還是 近視 近視是概念 都不要緊 是指這個部分 那我們真的修行的 一念不生 是指 視不生 視啊 我們簡單的跟各位講啊 一個就是 八視的視 八視視是記憶的最小單位 大概說腦細胞記憶的最小單位啊 是八視視 概念啊 已經成為一組八視視了 那麼八視視的前面更為細的啊 叫做五韻視 五韻視啊 大腦的腦細胞記憶不住 記憶不住 那這個地方統稱為視 視的前面就是念 那這個念叫本體念 這個生命念 是很多念構成的視 叫做生命念 很多個視構成的概念 叫做善惡念 這個叫概念 那很多個概念構成的 這個叫變異念 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意識形態 那我們在講的是從這邊過來 你的一念不生 應該是指這個念不生 第一念 第二念 第三念的這個念不生 這個念 那這裡是相當高的水平啦 換句話說 這個念 這個第一念 第二念不生 不要說第一念 第二念不生的時候啊 你已經是正阿羅漢啦 第二念不生就在第一念裡面嘛 你就已經破無名啦 到那個時候啊 才能夠叫做前後季端 造體獨立 造體獨立 物我皆如 就在生的這個領域 就在生的這個領域裡 所以 經文這樣講過來 其實是指你要在這個領域啊 在生的領域裡 一念不生是指這個地方 可是呢 這一句話 在一般人來用啊 是指第一意識形態 產生的時候 你就把它剔除了 那個意識形態跟概念 都不算 都不算 那麼你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在住的這個階段裡啊 有那一種情況就是 念來你把它捨掉 念來把它捨掉 那個也叫一念不生啊 因為你會安住在那個點上的時候 其實呢 是從自心一處 開始像出國位 奧國位前進的時候 那也叫 可是那個沒有辦法到達 前後季端造體獨立 物我皆如 到不到這裡 所以同樣用那一句話 有對有不對 那對的這一句話 一念不生的這一句話 那程度有深淺 從住到生的這個階段 你達不到啊 前後季端造體獨立 物我皆如 造體獨立講的就是 那個本質只是存在而已 那個存在裡 你的念沒有加入 你知道嗎 念沒有加入 比如說沉靜 沉靜 就六沉靜界啊 光有光 我們就有光 有光你已經感覺到 那你已經變成一種概念了 光的存在只是存在 暗沒有光 暗也只是一種存在 當你光跟暗都平等平等存在的時候 你的眼根就超越了 光跟暗只是兩個存在 沒有看得到看不到 你今天會看得到看不到 是因為意識形態的關係 因為有光你才看得到 沒有光你看不到 知道嗎 那你能不能超越這一點 那就造體獨立啊 你造體不獨立嘛 所以這個部分呢 一定是正空性以後的事啊 正空性以後的事 前後季端是時間破了 過去現在未來全部現前啊 你看時空它全部超越了 那不是說自信一出就可以 不是 而且我們告訴各位啊 修行只要到出功德開始起作用以後 這是麻煩就在這裡 你會有一些 一些啦 不一定很多啦 有的人很多啦 有一些啊 神通感應 那很厲害喔 突然間我怎麼變成那麼厲害啊 你就要注意快啦 知道嗎 快要變神經啦 不是快要有神通的 那都是因為舒服產加出功德 而產生的現象 真修行會有很多這些 這個叫做 正品 修行的正品啦 忙了半天喔 一點消息都沒有 給你知道說 有啊你有在修啦 這樣對啦 這樣就好了 偶爾進去玩一玩不要緊 可是要回來 麻煩的就是一進去玩了以後 哇 這裡一塊糖果 那裡一支棒棒糖 還有巧克力 然後一直去啦 巧克力後面還有玩具 然後就不知道到哪裡去 要回來回不來啦 那個就是 你從附帶條件裡頭啊 走入岔路 回不來 這個是最遺憾的 而且進到裡面去啊 通常我們拔不回來 除非他在那裡面 遇到真正的挫折跟傷害 然後他有那個善根 覺醒過來 要不然不可能 這個要留意 所以我們再跟各位談到 這一個抉擇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到 停止大腦的選擇與運作 尤其是推理 大腦取向的思維模式啊 停止作用 生命取向的思維模式啊 它只是陳述 它不推理 因為你是從經驗中 經驗啊 你去體驗嘛 內在生命的體驗 你會去體驗 你從那個體驗當中啊 去感受的東西 然後慢慢的自己去分辨 哪些要與不要 我們的同修理 有很多 他透過這個實踐 有了真正的體驗以後 其實都不會貪著那些假象 神通啊境界啊等等 他不會貪著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人格性健全 這個前提 人格性不健全呢 就很麻煩 第兩大罪過啊 第一個是 他生不下去 無法定 那他一直在表面上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即使有了定啊 他容易產生協定 像岔路走過去 然後他又有境界 又有怎麼樣 等一下又有乾露水 等一下又有什麼光明照頂 等一下又有什麼 那一堆這些東西 那你跟他講不對 他不服 為什麼會不服啊 因為他人格性不健全嘛 最簡單就是這樣 那麼他的經驗是真的嗎 真的 但是錯誤的 所以才叫協定句啊 所以我們說我們修學就是 正定句中的生命體驗 重點是在這裡 正定句中的生命體驗 你不在正定句裡面的體驗 是協定句啊 那個體驗不對 對 我們跟各位談的是這裡 所以你真的在正定句中 不用大腦 那顯現出來的一念不生 那就這個啊 就這個啊 一念不生啊 正定句中 那展現的就是生命體驗 是真實的啊 那就前後季段造體獨立 務我皆如 你協定句的話 務我皆假 一個字差很多啊 一個正一個邪 關鍵就在這裡 好吧 我們今天就把這個部分啊 這樣子跟各位做說明 那明天呢 我們再往下 再繼續啊 跟各位做介紹 好 好